字幕提供 今天看到我這個裝束 又覺得我怎麼轉了新的看法呢 沒錯,今天我來到北極 當然要上一個北極熊 是不是看到我身邊很多 北極的動物、北極熊 在走著,站著我 看不到呢?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的呢? 哈哈,其實我在一個 Bluescreen的前面 你一定在想我是不是在什麼 studio 真的要進軍做一個YouTuber 所以買了一個studio 或者租了一個studio 回來去拍片 你認識我的人,當然知道我這麼便宜 我又怎麼租得起一個studio呢? 我在哪裡? 又是同一道 都是我家來的 我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樣可以在家裡做到一個 好像很專業的 Bluescreen 或者Green Screen 你可以在家裡做到 剪接啊 它會令到你可以 好像自身在一些特效當中 很多的童工 今晚開始 發現了這個可以做 Bluescreen和Green Screen 之後呢 就開始想覺出其謀 怎樣可以在家裡做一個studio呢? 其實逢我們要做一些特技效果的時候 你會發現 Hollywood Avenger 那些拍攝 他們全部都是一個綠色的環境 其實呢 不只是綠色才可以 很多顏色都可以 不過為什麼綠色呢? 是跟我們的皮膚呢 是很 contrast的color 脫底的時候呢 綠色是脫得最方便 如果我想做一個studio 那我就要做一個綠色的房 那你就知道我們 沒有可能要做一個綠色的房 是不是? OK 不如做一塊呢 好像那些影樓呢 那些拉起布 那些 那你又要裝 又要嵌 那像夏Sir那樣 很聰明 他們就在陶魯呢 就買了一個 Potable的那些Green Screen 那我盡希望 都不想在陶魯那裡買東西 不如在美爐房那裡 拿些美爐紙去砌砌砌砌 都可以的 其實 不過美爐紙 我們就覺得 只要砌砌 保養又不太方便 那不如買一塊布 那買回來 就只做一塊布 所以呢 想到一個方法 登登 我就去了IKEA 買了這些床單 和皮單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塊皮單來的 真的是皮單來的 沒有花沒有架 真的是皮單 當我想去做Blue Screen Green Screen的時候 那我就拿來用 我心情喜好 突然想用藍色的枕頭套 或者皮套 我就真的可以用它 那我真的太責任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要很簡單的告訴大家 怎樣家製造一個 好像很professional的studio 好 它很好啊 它每個皮單呢 還要附上兩個枕頭袋 用來做一個 好像皮件一樣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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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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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無聊呢 是啊 我平時就是這樣 當然說的 就不只是玩那麼簡單 其實有時候 我們拍一些影片的時候 Picture in picture 其實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做得到呢 那有時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用iPad 做一個screen recording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一路教書 就一路去做了 我們就可以放大 啊 縮小啊 比如我做一些 presentation 或者我要教一些 工作址裡面的內容的時候 我就可以呢 不用只是show 那一個worksheet 我可以直接show 我的樣子 整件事會interactive 一些 同學都會覺得呢 會有趣一點的畫面上面 其實我們做很多事情 都只不過是希望 令到那個delivery 資訊傳遞的過程 變得有趣 還有有效一些 老師其實不妨可以想一下 怎樣用這些方法 去令到你的教學 更加生動有趣 當然啦 當你教書呢 要introduce topic的時候 有了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更加容易 introduce你那個topic 譬如 pullar bear 是不是看得清楚多呢 又或者如果我想教 北極圈的環境 哇 好冷啊 不喜歡 我們一起去森林吧 那所以呢 至於我們發揮一下創意呢 其實整個green screen 或者blue screen 那些作用呢 是可以很大的 就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以前我們經常會覺得 弄這些green screen 是很複雜的 很大的studio 靠完電視台 買一萬多元 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現在原來呢 只是我這些這樣的 layman 都可以做得到 可以發揮你的小宇宙 去做這些不同的事情 也可以教育小朋友 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定比我們更加多 那你覺得 為什麼這個老師 好像經常都搞這麼多這些檸檬呢 如果我們自己 都沒有creativity 有時候自己都要瘋一下 OK 是不是很好的藉口 讓自己發瘋 所以希望 可以看到你的creativity的作品 我這次都要creative一些 去做一個新的buy的方式 bye bye